内阁今年10月一决要废除死刑之后啊 激起了千层浪 那反对废死之声是此起彼落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 今天在国会召开记者会指出 总检察署啊已经被指示草拟改法案 那现阶段还有一些细节要修改 之后会交给内阁过目并做最后定夺 明年3月一定会提成国会的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 今天强调 废除死刑法案势在必行 并且要西蒙后座议员支持这项法案 他强调废除死刑是内阁一致的决定 根据国会党编制 西蒙后座议员必须全力支持政府所提成的每一项法案 如果有后座议员不支持的话 就请他们辞职 针对朝圣基金局高官的代表律师 指责反弹会调查不公 反弹会今天发文告反驳 秉持反弹会在查案过程当中 秉持专业的态度和采取标准的作业程序 同时也否认恐吓证人 以及受到任何指示而无视证据 两年前 5级安曼商业罪案调查局 突击竞选盟的办公室 并逮捕竞选盟2.0前主席玛利亚晨 当时他在国安法令下被扣留10天 还遭到暴力对待 今天他针对此事入兵法庭 起诉前全国总局长卡利 前内政部长奥摩扎西 以及前朝政府 并索取赔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